杨洁你好 李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个杨洁一开始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入行的 一开始就是学日本料理吗 我早期因为不爱念书 所以年轻的时候到16岁的时候 父母就把我送去日本学手艺 然后在日本东京跟仙台 跟着日本老师傅学了手艺四年 然后20岁之后回国 在巴王子日本料理服务 然后24岁以后开自己想说创业 试试看自己的能力 所以一直开店到现在 对 我们先讲16岁那一年 你那一年去日本有没有很辛苦 你个人有没有觉得很倒霉 因为日本的训练非常严格 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 因为年少轻狂 最主要是16岁的时候 然后个性冲动 然后无所事事 父母想说你不爱念书 不然就把你送出国 学个一技之长 那刚到日本 第一个语言不通 对 第二个 你完全无法融入那个文化 你我刚到的第一天 就想逃 可是你要逃去哪里 你没有地方逃 语言又不通 语言又不通 然后有受到严格的对待跟训练吗 因为这个学徒 日本人其实一板一眼 他第一年完全不会让你碰到刀子 而且 那个时代的氛围 师傅是可以拿刀背 打你 直接打我的手 那你只能晚上 夜深人间的时候 自己躲在被窝里慢慢哭 就这样 那所以我跟你同年纪的人吗 有 有两个 然后你们有变成革命的好友吗 有非常变成革命的情感 就是三个一起被打 三个一起被打 三个一起 从一开始的 不知道老师傅在讲什么 到慢慢 因为那时候网路还没有那么发达 可是另外两个是日本人吗 台湾人 也是台湾人 也是台湾人 难怪你们会更好 对 所以那时候彼此就是加油打气之外 我们彼此就是共患难 现在还在业界吗 诶 这两个退休了 那时候你学徒在做什么事情 第一年的时候老师傅为了要磨个性 所以他只让你洗米 我光是洗米 洗一年 嗯 洗了一年 你想要偷偷的学 或偷偷的拿刀子 不好意思 被老师傅看到 就是打 所以就变成说你慢慢的 他等到若干年以后 他让我体会到说 凡事就要暗部就班 不能 所以 洗米有什么诀窍 洗米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会分 新米跟旧米 嗯 第一个 当今天是新米的时候 他的含水量一定是比旧米多 对 那就变成说你洗米 你除了水要瀝干之外 哎 哎 上下搓螺 跟旧米的搓螺方式是 像旧米的搓螺方式是 他呈 瞬时中 去搓螺 而且水瀝干的方式也不同 西米一定要瀝非常干 嗯 那旧米的话 因为他本身含水量不足 所以 旧米的话 稍微的瀝干 让他保 保有一点点的水分 就可以了 嗯 所以一来你们就要先判断是西米 还是旧米 当然要先判断 要分 而且他老师傅会给你考验是说 他不会跟你讲这是西米旧米 嗯 可是你当你 有没有用心 你洗就知道 戳下去的触感嘛 对 不是用看的 不是用看的 所以就变成说 今天师傅看你有没有用心 你煮出来的饭 见真脏 所以是不是西米比较饱满 所以戳起来的触感会比较好一点 对 那旧米比较干 因为他含水量比较不足一点 嗯 对啊而且他比例 因为 寿司米这个东西就是西米到旧米 有一定的比例在 对 那如果你今天分不出来 含水量又不足的时候 你煮出来的寿司米会不好吃 嗯 然后你那时候是学徒熬到哪一年 你才开窍说真的有认真在学 一开始还是有点抗拒 对不对 嗯一开始有抗拒 应该是到第二年的时候 那刚好一个机会 前辈前一天喝醉酒 无法上班前 那老师傅 把你补上去 对老师傅就说 你跟在旁边这么久 不然你来试试看 嗯 所以就一个 机会啦 我觉得是机会 然后刚好我也 我这个人的个性 力求表现 嗯嗯 那好不容易有一个舞台让我表现 我 我当然我觉得 当然会紧张 可是 我终于拿到 刀子在客人的面前做料理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 哦 类似在切生鱼片那些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只是配料而已 哦切菜而已 你就很兴奋了 那个成就感 因为你躲在厨房 其实你是接触不到客人 嗯 你每天就是 在厨房里面 你会羡慕板前师傅那样 就是 有热忱跟客人互动那种成就感 嗯嗯嗯嗯 而且我相信那些师傅 应该不是单纯跟客人聊天 对不对 也是要观察 也是要观察 客人喜欢什么要去 每个客人都要调整 对不对 没错 嗯 因为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 有些人口味比较重 喜欢 每道 都是重口味 有些人是 就是他就依照顺序 从轻的到重的口味 依序排列 嗯 因为毕竟槐石料理跟日本料理 版前这一块就是 大家需要停看听啊 要一道一道慢慢来就 对 可是那时候你语言还不通 你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日语比较流利 能够跟他们沟通 四年以后 啊四年 四年以后 那 其实你每天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其实是环境 那 其实听久了 你大概略知师傅要的是什么 可是你说基本对话 那可能就是 最一般般每天的基本对话 你说其他的要很深的 绝对没办法 嗯 因为你本身 我们那时候年轻 也不懂得去经济 对 对啊 等到四年后 哦 你就知道说基本食材 他的学名是什么 嗯 他的日文翻译是什么 客人的需要是什么 嗯 可是当你这个比较 然后后面那几年你有开始比较享受在日本的生活吗 就是语言也比较通了 然后是不是大家也熟了 然后是不是也有到日本去外面去看一看 有 当然会向往 只是那时候 家里 家里开始召唤 哦 叫你该回来 该回来了 因为他觉得 毕竟我是家里长子 嗯 然后父母不希望我 就是 离开 离开台湾太局 哦 所以他只是要去模拟你的个性 不是要你去日本发展 对 哦 因为你以前是 比较爱玩 呃 以前就是比较不务正业 爱玩到什么程度 爱玩到 呃 跟三五好友 完全 不去学校 然后 晚上鬼混那种的嘛 嗯 去舞厅 16岁没有 我那时候还不能去 可是 那你们去哪里 去 跑车 就是 飙车啊 飙车啊 然后 无灶耶 无灶 那时候真的是 那会改车吗 那时候也玩 嗯 然后 就变成说 年轻 年轻人 该流行的 我们那时候都流行过 嗯 对 只是我们有给自己的观念 我们不要犯法 可是晚上鬼混 有没有遇到一些意外状况 或危险的情况 当然 摔车啊 或者是干架 这样子 有一些 比你年长的 哥哥姐姐们 嗯 看你不爽 就给你A车 哦 故意去弄 对对对 不然就是你要 你遇到警察 你要跑给警察追 那 我们当然也是会有遇到那种 在追逐的过程中 就 没餐 对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现在长大想一想 就是一个回忆啦 只是说 哇 那时候 怎么 什么 没有想到说 万一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办 对 而且我知道以前都没有再戴安全帽 对 一摔下去可能就头部重伤 对 好 那当你20岁回来之后 就到八王子 对 那是有人介绍还是什么 有人介绍 嗯 然后就变成说 刚好那时候的风气 呃 因为喝过洋墨水 嗯 然后 刚好遇到的 贵人 他介绍我去八王子服务 可是你在厨房里面 那会不会跟老一派的这些人又有冲突 因为你是日本回来 变成他们 又有些人又会觉得你怎么样 会不会 一开始会有大头症 嗯 是你有大头症 我有大头症 嗯 因为年轻气盛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 世界看多了 可是 等到你回来台湾这个环境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 现在这边是台湾 不是日本 因为 日本文化跟台湾文化又不一样 嗯 对 台湾文化讲求速度跟团队 那 今天你 直接 呃 类似空降的 情形 嗯 在这个 餐厅的团队 当你今天 完全没有办法融入团体生活化 嗯 你做事跟工作完全是接不上 对 然后 这时候我只能头低低的 就是 忍耐 也不是忍耐 就是人说的 见面三分情 然后笑口常开 谦虚 谦虚 谦虚真的是 我觉得 人生必经的功课啦 嗯 因为 你唯有自己 把自己 就是 不要这么高姿态 别人才愿意跟你分享 嗯 他所谓的 精 精力跟 手艺 因为你从 每个人的 精力跟手艺 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嗯 可是即使你的态度比较谦虚 可是事实上 有没有一些 刀法 或者是一些操作 真的就是台日的不同 有 有很多不一样 就变成你要调整自己 对 就变成说你只能 把每个人的 优点 融会贯通 变成自己的优点 可是你用Copy的方式 绝对学不来 因为每个人的手楼无缺 嗯 就像每个人握寿司 他 有些人是三手 有些人是四手 嗯 可是没有所谓的绝对 绝对 绝对说一定要几手 这是依照个人 习惯 对 那当然 越少手 在 消费者或客人面前 当然觉得 哇你好厉害喔 一手握寿司 嗯 对对对 有些人是 习惯是 两手三手四手 对 嗯 所以不是绝对的追求快速就对 对 就看个人习惯 跟客人的消费模式 嗯 对 因为每个人 有些客人 他因为时间需求 对 他做板前 他还是希望 快一点 出餐快一点 那相对的 我们就是要配合 迎合客人的需求 去调整自己的速度 出餐速度 嗯 对那 当然 每个 成 每个 应该是说 每个领域的 客人 跟每个 行业的客人都不一样 嗯 那我会觉得说 服务业啊 尤其是服务业 餐饮服务业就是 我希望做到大家来 店里消费是 开心幸福 对 嗯 然后后来是怎样到24岁 你觉得 呃要创业啊 要说应该 到几厨啦 那时候其实 二厨而已 嗯 只是因为 看到老板 微笑的一面 因为那时候 刷卡没有那么盛行 对 全部都用点操机 嗯 那我只有看到老板 每天用点操机 想说 哦 原来开餐厅 这么好赚 不然我也试试看 嗯 就看到很多陷阱 对 嗯 然后等到24岁自己去贷款 今年创业贷款200万 然后开了这间店 然后 才慢慢知道说 原来 人家 所有各行各业 微笑的背后 嗯 原来是不为人值的心酸 都有辛苦的一面 都有辛苦的一面 所以一开始就在这个店面 对 一开始就在这边 那怎么找到这个店面 哦 因为这间店面 刚好是 阿公 嗯 阿公留下来的 嗯 嗯 那早期 租给 还蛮多 就是餐饮业的同行 朋友们 那 是后来 半年没有人租 嗯 对 那可能也遇到时期不好 那我就跟我的夫妻说 不然我跟你租 嗯 对 然后就 有 有比较便宜吗 人家说的照片照片 亲兄弟名算账 哈哈哈哈 还是照算就对 照算 因为你要想嘛 你去外面租房子 你不可能跟你的房子都 所以就变成说 所以就变成说 那做之前你有没有调查一下 这边的一些 市场 有 都学生吗 早期是台北大学的学生 嗯 以前是中心法商学院 那 学生 我那时候的 模式就是 CP值高 然后 让所有学生吃得饱 嗯 然后开店到第六年 开始商圈转移 嗯 变成 台北大学 渔序三峡 嗯 那这边周遭的上班族 让我 又 转换经营模式 嗯 变成比较精致化 价位就高一点 对 价位就稍微提高一点 嗯 就比较正统的日本 日本定时 嗯 然后又做了大概 第九年 第十年之后 开始 有了以利益修 嗯 呃 员工就不好起 对 员工人士 就开始慢慢的 比较难找 嗯 对 然后 又 每一年都会 遇到一些 我们所谓的 讨厌跟磨练 嗯 那一步 一步一步来 让我自己深深体会到说 做吃的 其实没有尽头 嗯 你要因应时代的 变化 但是 人不能忘本 嗯 而且那个初心很重要 嗯 最主要我们料理人的那个 初衷 嗯 今天你做餐营业 其实 不只为了盈利 你要让客人 不 欸 对他的荷包不是那么一样的 沉重 那才叫做消费 如果今天消费者来你店里面用餐 他需要存了一个月 嗯 而让他吃到好吃的 我会觉得压力太大 因为毕竟 时机不好 对 那 如何让 平价 这一块 做成精致化 这就是我一直在 追求的 理念 嗯 因为我认为 平价不等于粗饱 我认为平价 可以把它做成精致点 让消费者跟店家取得一个平衡 对 确实你的定食 还是蛮多精致的配菜 嗯 不是只有靠煮菜好吃 对 嗯 然后你熬过一粒一休 又遇到最近的这个疫情 对不对 然后又要再调整一次 对 我今年1月1号 因为遇到 其实 前面几次的 前面每一年的那个烧钱 让我在今年1月1号 转型 全部做熟食丼饭 嗯 那很多客人说 欸你好像超前部署 那我说其实不是 这刚好是一个timing点 那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今年全 全面的转型做 平价熟食丼饭 是因为我知道我这间店 到今年卖下第13年 嗯 没有这些消费者 没有今天的风食堂 嗯 那我宁愿今年少赚一点 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疫情 所以就陆陆续续研发一些 各式各样的熟食丼饭 所以过去还有生鱼片这些东西 对 过去生鱼片这些东西 就比较复合式 从生鱼片到寿司到真的煮的炸的烤的 全部复合式 对 所以疫情的关系 大家比较不敢吃生鱼 对 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 刚好今年配合外送平台 UberEat 对 那 好家在有外送平台这一块 那只是说外送平台 你没办法决定消费者多久会吃 所以避免有纠纷 我生鱼片这一块就不做 哦 我等万一他放太久吃拉肚子 还是怪到你头上 对 因为毕竟生鱼 出问题会比较严重 是是是 对 讲一下这个 你跟你太太好不好 好 是在哪一年认识的 我跟我太太在四年前认识 而且认识的过程很妙 我们在医美诊所认识 你去做双眼皮 不是 我做抬头纹 打抬头纹 消除抬头纹 对 因为 其实 我们 厨师脱下制服的那一扇 我们还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我们还是希望漂亮亮亮的 那刚好 我太太是咨询师 那 她的院长 就是我的好朋友 对 她们在北车那边 台北车站 然后 她那间叫义群 对 然后 在那边认识我太太 其实当初也是 但是 想说就是谈恋爱就好 等一下 你遇到她 她是你的咨询师 可是怎么会 有后面的一些感情 因为我改一郎 你撩她就对了 我撩她 所以她是个很单纯的人吗 对 她是屏东的 南部小孩 那 她跟我过去 交的北部的女孩子 不太一样 那 以前的我 说实在话 我不认为 自己的想法有错 然后 直到我认识我太太之后 真的缘分吧 她 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所以你的意思是本来你也是 能够创业又能够玩的一个年轻厨师就对了 对 因为以前的我觉得男人嘛 会赚钱 就好 真的交的比较多的是在哪一段时间 28到32 就是刚好创业的巅峰是不是 对 因为前面六年 说实在话 你所有心思 都在店里面 都在店里面 那等到二十九年 二十八岁 二十九岁的时候 突然 因为 大家都努力嘛 嗯 然后让封锁 达到巅峰 那时候我就 又开始大头诊 那就开始 随性的交女朋友 然后你的套路是 就请她来店里 然后煮一道美食 一堆美食 请她吗 不是不是 我是用探访的名义 因为我们自己做厨师 我们要精进 那我们一个人一定吃不了那么多家 那我们会请心意的女生 你今天陪我去吃哪几家好不好 去试菜 去试菜的意思 然后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要精进厨艺 可是实际上都是除了请她吃饭 还请她喝酒 然后大家喝开了开心了 就会有后续嘛 那没有后续就代表 这个女孩子对你没意思 所以就没有后续 对 所以大部分都撩得到就对 大部分啦 因为 那 就是灯光美气氛加嘛 又有美食嘛 那喝点小酒嘛 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那时候交都不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都不是 就纯粹就是男女朋友 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会先跟对方告知 因为如果对方愿意跟我交往 我会先告知啊 说你不结婚啊 我是个不婚族 对 然后 有些女孩子听到吓到就离开 有些女孩子会跟你 你就知道说 彼此都是网咖 我懂 对 然后 有好感之后的下一步 是一样就是什么夜店吗 电影院啊 还是怎么样 有好感的下一步很多啊 就 配合女方的喜好 我们当着就是 百分之百的好男友 就是这样 就看他干嘛就陪他去 对对对 可是你时间很压榨 变成只有下班时间了 店打烊之后 就变成礼拜一 因为我们有礼拜一固定店休 那我们会跟对方告知说 我们的生活形态 其实就是那么单纯 就是整天在店里面 那当然你会安排 其他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 基本上你的女伴 然后知道你是厨师 他就会 如果对你有好感 他还是会配合你 因为你总是有电休时间 对 可是如果遇到那个 比较黏的 他每天来店里 要帮忙你 要照顾你怎么办 你受得了吗 所以都不长久 每天坐在这边 你也会有压力就对 会有压力 因为其实 毕竟 我们当厨师 我们要的是人员嘛 那当然 有女生的客人 跟男生客人 那今天的男生客人 下班想找你小酌 那你 你为了维持这个 这一段朋友关系 你一定会想尽办办 陪他喝两杯 陪他喝两杯 那女客人也相对的 他想要带你 就是说他觉得你 是美食家 他觉得说 台北有哪边 酒吧 或餐酒馆 有什么好吃的 可以建议他 或者带他去 那你会基于 好朋友的立场 就带他去 可是有女伴的情况下 哇 我懂 他就要跟你保持距离 因为被误会 对 所以很多东西 我觉得自己生女儿之后 我才觉得 我前面的想法是不对的 耽误人家青春 就年轻的荒唐 你要先讲后来 他是怎么样 让你这个改变 从不婚到要结婚 因为他太单纯了是不是 应该这么说 我太太那时候 跟我交往的时候 我还是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会想 就是我一直把它定位在 就是 女朋友之一 女朋友之一 然后等到我 有一年突然 事业低潮 然后人生遇到很多挫折 我发现我身边 很多所谓的好朋友 跟女伴都一一离开 然后剩下 那我老婆跟我讲一句话 不要怕有我陪你 他那时候知道 你还有交其他女朋友吗 他那时候 说真的 不知道 他就真的那么单纯就对 对 然后就变成说 就变成说 很多东西 让我感同身受 因为 人在低潮的时候 才知道 什么是朋友 患难见真情 真的 那 我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跌倒 这一路走来 我就是自私深高 自以为是 可是等到从 云端掉下来的那一刻 你才开始反省自己 所以那些女生也都跑掉就对了 因为跟你没有未来 他看不到未来 他怎么 他怎么会愿意呢 不是说他们不好 只是说 人 人到了 这个时候 其实 不能怪对错 只能说 因为自己不好编 对 因为你给人家散发出的气息是 你又不婚嫩 你又不结婚 然后又不能照顾 所以 我太太生人 算我 人生中的贵人 他 也许他经济方面 没骂给我什么 可是我觉得他心灵层面 陪伴 对 他在陪伴跟 他的 愿意做 让我 告诉自己 不能再让吃苦 那他是这个婚前就过来帮忙 还是婚后才过来帮忙 婚前 婚前 所以他那时候就离职了是不是 对 为了我离职 所以我朋友说 你怎么挖走了我的人 我说没办法 真的 人一滴槽了 没有人手 所以就变成说 当初也是两夫妻 这样子从头开始 那后来 生女儿又有什么想法 生女儿之后 让我想到那一句话 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才知道说我父母的伟大 因为 早期我因为不会想 而且 不了解 我父母那个年代 因为我父母那个年代 不懂得表达爱 四五年级生 他们 他们的爸爸妈妈 那个年代的 也是 不懂得表达爱 就含蓄的 都闷起来的 对 所以 等到我生女儿之后 我才能完完全全的 体会到 养儿方知父母恩 这句话的含义 那个无私的付出 然后 看到我女儿 一天一天的长大 她让我想到我妈 原来 我妈也是寒心如骨 一点一滴被我捏大 还让我这样子 年少轻狂 这样子让我四处上去 对 还能够让你去日本 对 就是她不会放弃你 让我觉得说 现在我有能力 回馈社会 我尽量用正确的 用这些双手 走正确的路 然后 人生不要有后悔要 而且不要再做 没有把握的事 可是有了女儿之后 你们的 一些做事的方式 也要调整 对不对 做事的方式也有 对 就变成你老婆 还是要带着她在店里 对 她很 她让我觉得 最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她愿意 晚上背着我女儿 然后 除了招呼客人 还要收盘子 还要一起帮我 看大大小小的事 因为人家说男主外女主类 这句话原来 用在餐厅也有用 一个厨师做菜再好吃 你的外场第一线 招呼不够热情 对 消费者绝对 吃过一次就不会再来 所以外场 对我来说 他 占 餐厅的灵魂 50% 那厨师当然你的手艺 跟你 对食材的用心 也是占50% 是 所以第一眼的感觉很重要 如果这个老板娘会笑 自然你的 心情就会好一点 对 因为毕竟 每个客人 他 长途跋涉 为了你 这间店走来 他 其实现在你看 三小步 就一个路边摊 对 或五大步 一间餐厅 他 你如果不是民主 他怎么会长途跋涉 那今天消费者愿意来 你这间店消费 就代表说 他对你这间店有期望 对 有情感 我们来讲 你对厨房的一些坚持好不好 你有哪些是你个人比较坚持的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 可能为了盈利 他可能会偷工减量 或者是用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 我对食材的坚持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我不用半成品 我坚持手做 第二个就是 我的熟食 绝对 第一个 温体 我不用动货 对 因为 其实 现在外食足 消费者外食居多 嘴巴都很利 你有用心在挑选食材 跟用心在料理食材 其实消费者 都吃得出来 那 再来就是 对时间 对时间的坚持 我认为 服务业这个东西 就是 当然 客人 一定有需求 他才会希望你提早做 那今天如果是非营业时间 突然客人进来说你要外带 我会不会做 我会 因为 他就是有这个时间的紧迫 他希望你 帮他做 不然他不会进来 问你说 老板 他已经知道是休息时间 但是他还 还想进来问就对 对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给人家方便 也可以只是一个机会 因为 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 开口拜托人家 那当他今天开这个口 我会觉得说 我能力范围内 我绝对帮你做 确实有些上班族 可能中午比较忙 他到了下午才出来找吃的 那他可能就会碰到很多钉子 对不对 大家都下午都要休息 那我会觉得说 当今天 你有体力有能力 你为什么不 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家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很轻松的事情 而且 他还让你赚钱 是 所以本来你的下午都怎么安排 不是固定睡午觉吗 我们原本下午2点到5点 是空班时间 那我除了拿来备料以外 我还有开外送平台 对 因为我让一些 譬如说 上班族平常在忙 吃饭时间在忙的时候 至少有时间 他想要吃的时候 至少可以多个选择 对 因为毕竟 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 国外送平台 就是从早上中午11点半 一直开到凌晨1点 对 那我让 一方面是宣传我这间店 那方面让更多人知道说 原来 平价的日本熟食丼饭 也有不同样的选择 你会这么拼是 有为你女儿考量吗 当然有啊 你想对他怎么安排 我除了对女儿的 的期望 还有对老婆的补偿 因为毕竟年 年少轻狂的时候 不会想 不懂得存钱 那等到了结婚才发现说 原来 每样东西都需要钱 那 人生就是要规划 那 我也不敢说 一定计划 几岁到几岁 一定要有什么 拥有什么 但是我希望的是 只要我还有能力 就是持续做下去 那 多存一点钱就对 对 然后 我希望就是一步一步来 因为毕竟我跟我太太 也没有办婚礼 所以也没有蜜月吗 没有蜜月没有婚礼 那他蛮可怜的 对 所以就变成说 这是我新 我把它放在心里面 希望补半一场 会补半一场 所以就是 要拼一点 如果出国 你会想带他去哪 日本啊 就回到你的那个当初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 当初也是 那也不是说蜜月啦 只是说出国玩 我就带他去我最熟悉的 对对 东京啊 仙台啊 然后 然后 大阪关系没去 所以女儿还没跟到就对 女儿还没 呵呵 还要再过两年吧 希望啦 希望就是说 看看全球稳定之后 疫情 大家控制的下来 当然我们就安排个亲女行 嗯嗯 去日本 去带女儿老婆 稍微的出去 透透气 是是是 对 我们来介绍你的 特别做的这些料理好不好 像这个的话 是 起司虾味棒 它本身是用明虾 包着日式的鱼板 沾着日式的面包粉 卷起来之后 高温油炸 嗯 然后撒上 像它这个 一粒一粒的是 虾子的软 虾软 虾软 对 所以它吃起来的话是 外酥内嫩 因为我里面的起司 就是用pasta 嗯 对 所以它整个口感咬起来 诶 会有 咸香咸香的感受 对对对 而且又有 有点甜对不对 对 嗯 然后再来这一道呢 是手工的 起司可乐饼 我把那个马铃薯呢 先蒸 然后磨成泥之后 把它灌入起司 裹一些日式的细粉 嗯 它口感绵密 甜而不腻 是 对它是起司可乐饼 然后旁边有两个小配菜 有要搭配吃吗 是腌萝卜 这个是手工的腌萝卜 它是用味噌 味噌酱油跟味淋去腌制的 那这个是 我们所谓的豆枣丝 是 对它是解腻 嗯嗯 对因为本身炸物这个东西 配自乎 为什么日本人都会用自乎 就是因为它解腻用 对对 然后再来呢 这个是北海道的 鲑鱼 鲑鱼腹肉 鲑鱼腹特别油对不对 对它油脂很丰富 而且一条鱼只有四边 嗯 因为它本身鲑鱼腹 这个东西就是四边 那为什么会推出这一道 是因为 毕竟现在疫情嘛 嗯 熟食 才是王道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希望带给消费者 不同的口感 嗯 因为毕竟现在鱼类的话 大家不是吃 现捞鱼 不然就是吃 其他比较特别的鱼 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推荐这一道 是因为 第一个 它让消费者 满足喜欢吃鱼的感受 再就是像鲑鱼 经过高温烘烤方式 嗯 它可以逼出它的油脂之后 把它肉汁锁住 嗯 对让让你入口的时候 不会觉得说 哇 有一种腥味 对我觉得 鲑鱼肚它最麻烦 就是吃起来太油 有些吃多会恶心 对不对 对所以它要搭配这个柠檬 嗯 对有些很多 你看很多 居酒屋为什么旁边都会配柠檬 除了解腻 它可以提升海味 对 对海鲜的那些鲜甜味会被提上来 然后再来呢 就是这个招牌的炒乌龙 嗯 为什么我会今年推出这一道 因为我这一道是六月份才开始 新产品 对新产品 因为夏天本身高温又热 如果大家今天不想吃油炸类的 嗯 也不想吃烤的 就可以吃吃靠这一道 因为它本身是用乌醋酱油 乌醋会让人家提 就是食欲 嗯 在夏天的时候 停了这一盘 和风炒乌龙 非常好入口 不同类别是有不同的炒吧 当然 炒乌龙的技巧 像我们本身的话 我们是用战旗乌龙 嗯 第一个 它的战旗乌龙 它本身就是炒不烂 嗯 第二次它吸附汤汁 就是比较容易吸附 嗯 那为什么会有分日式炒乌龙 跟台式炒乌龙 日式炒乌龙的话 它是用酱油味淋 嗯 那我会觉得说 各有各的喜好者 那我们这边的话 是用台式 因为我喜欢乌醋的感觉 因为毕竟夏天嘛 嗯 那加点乌醋 会让整个食欲大增 对 对 会开胃就对 对会开胃 嗯 然后再来跟你介绍的就是 明太子鸡肉串 因为我看很多坊间 用的就是说 鸡肉串的部位不同 嗯 那我们店里是用去骨的 鸡腿肉 所以比较嫩 比较嫩 嗯 因为有些人用鸡柳条 啊有些人是用鸡胸肉 那我会觉得各有各的特色啦 那我还是觉得口感方面 我希望消费者 吃到我店里的串烧 是经济实惠 嗯 对所以我用去骨鸡腿肉 加上我自己手工的明太子酱 去做调配 所以橘色就明太子酱 对 这个上面的话 是明太子酱 嗯 那像他左边这个话 是百香果新木瓜 嗯 这也是解腻用 是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像我们店本身的自户的话 我都希望依照不同的食材去做搭配 嗯 对我们的强项 对 对 先讲你的洞的配菜为什么这么丰富啊 因为 我 我本身喜欢吃 嗯 我吃过很多 坊间的丼饭 当然每个坊间经营的理念不同 那我希望是 就是 菜饭 何谓菜饭 就是我希望让客人知道说 哦原来 我的菜饭是这么丰富 跟你一一介绍 因为现在夏天到了 我有 烫的青花菜 嗯 再来就是手工水煮蛋 对 再来就是 一般店里应该没有会 应该不会出到这一道 炎烤鱼下巴 嗯 它几乎是煮菜对不对 对 你居然把它当配菜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手工 基隆的土拓鱼 嗯 因为我们很多水产的好朋友 有寄整只的土锅鱼 那我会觉得土拓鱼拿来煮汤太浪费了 嗯 因为他会建议我拿来煮汤 那我就想说 那不然 我加一点红菊 嗯 把果粉炸 当成我的配菜 因为他其实土拓鱼整尾这样子 其实还满 经济实惠的 是 然后再来就是 最近研发的 德国猪脚 我用一般的这个 哦 我用一般的猪脚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猪脚是台式 嗯 那我会觉得说 那我试试看 用日式柴鱼酱油去腌 腌制一天之后 我拿来果粉去烤 嗯 那没想到说 诶真的被我研发成功 因为还蛮多客人问说 诶 这明明是一道主菜 你怎么拿来配菜 那我说 先拿来试水温 诶 等到诶 大家可以接受这个味道之后 我再慢慢的 变成主菜 嗯 再卖 然后我在容重介绍这个 战斧猪排 对 一般人 人对战斧猪排这个定义 他们 的想法是 哦 可能就是 一只 为什么会出到两只 是因为 很多人 认为里肌肉排 它口感偏硬 嗯 那 我觉得 只要多一道功法 就是 当你今天 用 哇沙米粉 嗯 哇沙米粉 而不是一般什么 嫩筋粉哦 哇沙米粉去腌制 撒上去之后 它本身酵素 它不会起化学变化 是 对 它会让肉质嫩 嗯 然后你经过自己的手工的特调汁 沾汁上去烤 让本身的肉质锁住 这个绝对不会老 哦 不然它本来就比较硬 然后加上烤下去就更好 会 对 因为毕竟猪肉 它没有加任何调味料的话 它会老 那我也不喜欢 加一些 过度的调味 就是化学的调味料 所以我只能用天然的 嗯 天然的 哇沙米粉 嗯 去软化它的肉质 你刚有讲到这个 你这个坚持手作 不用一些半成品 嗯 那半成品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半成品是因为 现在这时代素食文化 那半成品也没有说不好 只是说它少了温度 我希望我消费者 来我家是吃到 有温度的食物 因为毕竟 时代在变 有些东西 我们还是不能忘本 嗯 然后半成品有没有可能 它的一些做法 或来源不明 或是一些 它的配合 因为现在 诶 因为现在食药署跟 那个什么 食品卫生局 管得很严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 除了 就差在温度 然后再来就是 有啦 产品国家不同 嗯 除了这个就没了 对 因为有些 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的 譬如说同样都是鲑鱼 嗯 那每个国家的鲑鱼 口感真的有差 那 就像面线这个东西 大陆的面线 嗯 台湾的面线 跟新加坡的面线 跟泰国的面线 真的不一样 所以你讲的是 有些年轻人 如果他创业 他不是厨师底的话 他可能就会靠半成品 对 来速成 来速成 像很多 连 我们所谓日本料理的猪排啊 现在也有 半成品 嗯 你只要炸下去就好 都帮你腌好了 对 都帮你腌好 你说他不OK吗 他是很新鲜 他是用新鲜的冷冻食材去做 制成的半成品 嗯 那 当然每个 因为其实 很 每个人都想要 靠自己的力量创业 那万一他今天 他想压缩时间 他只能靠速成 可是 相对的他会少了一些 一般 我觉得我们所谓的 老班底 做出来的食材的那个 美味度啦 我知道有些店 他还会用太空包嘛 对 太空包做 加热 更快 微波加热 倒下去就能吃 对 还蛮多的 只是说就是 我只能说 每个人经营者的想法 跟 对料理的坚持 那没有谁做的谁做啦 嗯 等于你个人有这么 十几年来的厨师训练 所以你就不会去用那种速成的东西 你用自己手做慢慢做 但是就是 也慢慢变通出快速的方法 对对对对 畢竟有在应付一瞬间 中午很多人嘛 对没错 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只能用 嗯应该这么说 在手做的过程中找出 快速的方法 就是料理的先后顺序 哦 就像你看 我当我今天套餐里面有煎煮炒茶 你炸的一定是最快 嗯 所以最慢做 最慢做 嗯嗯嗯嗯 那你烤的 一定是要需要时间 所以你要先进去烤箱烤 而不是说哦你 当你今天单子一次来 哇 你没有你就乱掉 你如果你思考逻辑 没有清楚的话 你一定是乱 所以现在变成厨房 还是你一个嘛 对厨房还是我一个 没有办法有助手 有助手房 会弄乱你的工作需求 应该是说 现在时下的年轻人 坐不住 应该是说 因为现在餐饮环境 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需求 嗯嗯嗯 那我也只能说 我自己用多少体力跟能力 做多少事情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啦 与其 因为快速 而做坏东西 又要从头再来 我宁愿 按部就班 把品质出好 哦慢一点 有时候摊快可能就会 对 因为预速者不达 那很多东西 你需要时间 他就是需要这么多时间 那你 你 你 再快 你只是搞坏品质 到最后消费者吃到不好的东西 嗯嗯嗯嗯 对我来说我 我觉得从头再来 是更麻烦 太更麻烦 最后讲一下未来发展 你用哪些 准备要推出的新东西 我未来发展的话 我还是以熟食为主 然后会进一些现捞鱼货 嗯 也是熟食像 码头鱼啊 当季鱼货 虎仔鱼啊 更特别的鱼就对 对嗯 然后像 秋冬的鳗鱼啊 会慢慢推出鳗鱼洞 嗯 对 那 当然是希望说 全球疫情能够稳定 然后我一步一步 慢慢 增加一些生食的品项 是 那 我觉得就是 让 时间啦 让时间去 证明说 哦 有一天 全球稳定了 那我也 达到我 所 需求的 萊克数 那目前的话 就是说 除了 台湾 其实防疫还不错 嗯 那店内慢慢恢复到 两三成 那 穿插平台 外送平台的话 还是可以过 基本生活这样子 好 今天非常谢谢 风食堂日式创作料理 徐杨杰老板 谢谢 谢谢李戴哥 谢谢